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包括制裁中心条款的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简称NDAA今天在参议院顺理通过 相关中心条款由参议院两党的四名重量级参议员联合发起 要求美国政府恢复之前对中信通讯做出的处罚 并要求禁止美国所有政府机构购买或者租赁中信 华为及其下属或子公司的通讯产品和服务 还禁止美国政府利用提供补助及贷款方式 来资助上述两家中国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这无疑让中信通讯前景再次充满不确定性 参议发起法案的参议员范霍伦表示 中信通讯多次违反美国法律 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国会不能也不允许当局以中国就业的名义放过中信 显然最后主管身杀大权的那把刀掌握在川普手中 联邦参议员扣尔克透露 他不认为川普真的在意中信通讯 他说 有人告诉我川普默许共和党议员这种做法 并说他不在乎 我认为他做了中国领导人所要求的 但他真的不会在乎国会行动 待参院院会通过后 参众两院需以各自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版本进行协商 以达成内容一致的版本 再送交总统签署 立法过程中 法案文字可能持续变动调整 川普曾表示 重溢中信通讯的罚则是给习近平个人面子 中国也将解除中信通讯销售禁令 列为于美中扩大贸易谈判的条件 但此妥协引发国会两党反弹 国会议员以国安为他们最大顾虑 另外参议院的国防授权法案版本 对加强和台湾军事交往也有规定 据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早先公布的相关内容 台湾部分为参院意见 认为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为美台关系基础 美国应该加强与台湾的防务与安全合作 支持台湾发展足以维持有效自卫所需的能力 草安指出 基于台湾关系法 美国应大力支持台湾通过外国军售 直接相授与工业合作获得防御性武器 美方也应该确保及时审查与相应台湾的防务军备与服务要求 改善于台售的可能预见性 此外 草安提及国防部长应该促进加强与台湾安全交流的政策 包括美国参与适当的台湾军演 如年度汉光演习 台湾参加适当的美国军演 基于台湾旅行法 促进美台高级国防官员及一般官员交流 参议院军委会并认为 美国与台湾应该在人道救援和救灾方面展开合作 国防部长应该考虑支持派遣 美军医疗船队赴台 作为太平洋伙伴关系任务的一部分 以改善灾难应急计划与准备工作 并加强美台合作 早些时候 联邦众议院已经通过众议院版本的 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其中要求评估台湾军力 而且国会认为根据台湾旅行法 美方应该派高阶军事官员访问台湾交流 感谢收看新闻时事报